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集论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15章的第五节 神圣一刻与特殊关系 那么从15章开始啊 你会发现他大量的谈到特殊关系跟神圣关系 那么关于关系 我们要首先知道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你并不需要跟这个人处在同一个屋檐下 或者平常有密切的接触才叫做在关系中 事实上你只要想到任何人 你就跟他是在关系中 因为你想到他的时候 你的投射就已经出去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他因为翻译的关系会翻成人际关系 但是奇异课程里面呢 他几乎没有出现人际关系 人际那两个字 他都是关系 就是relationship 所以他所说的关系啊 当然是包括一切人与人 人与物 还有人与世之间的那些关系 所以他会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广很多 当然一般来说 我们拿来做宽数练习的通常都是人际关系 为最主要大众 但实际上慢慢的学习 你会发现你与事情 你与一些物品的关系 中间也有很多宽数课题存在 好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他的第一段 他说呢 神圣一刻是圣灵教你了解爱的真谛最有效的工具 那么这个神圣一刻呢 其实你可以写上宽数两个字在上面 那么你再重新读一次呢 他的意义就很明确了 宽数是圣灵教你了解爱的真谛最有效的工具 因为宽数就是你进入神圣一刻的方法嘛 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工具 那么他说呢 他的目的是要全面终止你的判断 因为当小我在判断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自以为是 自认为自己判断很正确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就被凸显出来了 就是我们的自我 因为我们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反过来说 当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我们的自我就被强化了 你每判断一次 你的自我就被强化一次 你的小尾就被强化一次 那么他说呢 因为判断不能不根据过去 过去的经验乃是你判断的凭据 这个是指小我的判断 不是指圣灵的判断 那小我的判断 它一定是根据过去 而且它会给过去下这个二人队的一个评判 所以它一定会有些定罪的元素在里面 好 那中间第五句呢 他说你一旦看清了自己根本不了解任何事情 自然不会申请判断之心 那么我们之前所读过的教师指南的第十篇呢 他就有讲到如何放下判断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篇是一个非常好 很重要 而且是必读的学习材料 他说呢 这是你最担心的事 因为你相信没有小我的话 一切都会失控 这很有意思 可能乍看之下 你还不一定有看懂他的意思 那你可以依选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逻辑呢 再去看一次 因为放下判断 最终就是要放下你的自我 就是跟我们下判断的时候 在凸显自我是颠倒过来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事情嘛 因为我们会认为如果失去了自我的话 一切都会失控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原本都是从我们的自我出发 设法去掌控这个世界 所以失去自我对我们来说 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意义跟价值 一切都会失控 但他说呢 我可以向你保证 如果没有小我从中作祟的话 一切都成爱 因为你不是只有你的自我 应该是说这个自我也是一个虚幻 你真正有的是你的自信 它的本质就是这边所说的爱 那么下面第二段呢 他说过去乃是小我最主要的学习教具 因为你一向根据过去学到的经验 来界定自己的需求 以及你满足那些需求的方式 那么我们已经说过 你如果偏爱圣子奥提的某一部分 罪咎就会侵入你的人际关系 把它变得十分虚伪 这讲得好像文周周的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给予的如果是特殊的爱 就是说你爱某些人多一点 爱某些人少一点 甚至恨某些人 这个就是他所谓偏爱圣子奥提的某一部分 那么他接着说 你如果企图由整体抽离出某一部分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满全你心目中的需求 就对他们有一些期待 就等于是企图用分裂来拯救自己 因为你已经抽离了某一部分出来 然后对这些人寄予厚望 而且你稍加绝查会发现 这个期待这个东西 它是很小我的 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期待任何一些事情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的定罪跟恐惧 就有些潜伏在底下了 那么他说 罪就怎么可能不趁虚而入 因为你如果有偏爱的对象的话 你一定也会有比较不偏爱 甚至是比较讨厌的对象 因为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所以一个铜板有一面就会有另外一面 所以当你有所偏爱的时候 你一定有所定罪 所以他才说 罪就怎么可能不趁虚而入 所以特殊之爱 他不会是真的是我们的救赎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下面第三段 他说 你若只爱实相的某一部分 就不可能了解爱的真谛 上属一个心中并没有特殊的爱 你若用和他不同的方式去爱 怎么可能了解爱 很多人以为特殊的爱也是属于人类 但是这当然是远远不止 不一定 譬如说金钱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特殊之爱 那么什么是特殊之爱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特殊理解成 就是特殊条件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某些人事物 有一些条件 特殊的条件 所以我们才爱他们 这个就叫特殊的爱 它的定义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 好 那他说 相信特殊关系中的特殊之爱 有拯救你的能力 等于是在相信分裂就是你的救恩 那大概不用太用力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特殊之爱 他一定是从分裂衍生的 因为在一体的眼光之下 不会厚此薄彼 所以他不会有特殊的爱 也不会有特殊的恨 但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因为特殊的爱不可能是我们的救恩 因为他既然是从分裂出发的 那分裂一定会引致两个东西 首先是罪疚 这从小我里面带出来的 小我的思维 然后再来是失落 因为你跟上属分裂的人 就失落了那个圆满的源头 所以分裂是没有办法真的带给你救恩 所以特殊之爱也没有办法真的带给你救赎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下面第四段呢 第五句 他说呢 圣灵既然复起了重新诠释你打造的世界任务 就会利用你先前为小我撑腰的特殊关系当作教材 将你导向十项 那么所以特殊关系呢 他就有讲到说 在后面我们会读到 就圣灵不会夺走你的特殊关系 他是要把你的特殊关系转化为神圣关系 那请你注意他这边所说的意思 就是说他不会在形式上面夺走你的特殊关系 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 血法为你 血法为圣人 出家 然后抛弃一切 变卖一切财产之类的 他并不 通常他不会要求你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是让你在面对具体的关系中 具体的去学习具体的宽恕 这个就是当作教材的那个意思 好 那下面的第五段呢 中间的第三句 他说不论你那些特殊关系是基于什么 不神圣的理由 但所有特殊关系都有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 反正就是你认为 这个人事物能够满足你的某些期望 那么他说呢 他都能在你允许的范围内消除你的恐惧 将他转移为神圣的关系 所以注意是在你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你不允许的话 他也不会强行拿走你的恐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 或者觉得说圣灵为什么不拿走我的恐惧 他既然力量那么大 他应该要帮我化解我的恐惧才对 那么实际上是我们把恐惧抓得紧紧的 还不是真的那么想放下 他说呢 不妨把所有的关系都交到圣灵的手里 只要你表明自己愿意奉行他的旨意 这些关系不会为你带来任何痛苦 其实所有的痛苦都是从特殊的关系中来 不管是特殊的爱或者特殊的恨 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痛苦 那么这边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 他这边有讲到交托的吧 就是把关系都交托给圣灵 那么其实这个交托呢 他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要愿意放下对对方的定罪 对任何人的定罪 这个时候这个交托才会有效 那如果说你能坚持你要定罪这个人 然后一方面又好像真心诚意的说 你想要交托啊聆听圣灵啊 其实这些都很虚伪 也很虚假 好那这个是我今天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 是正门四五之五的前半 那明天呢我们继续他的后半段